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天前呢 刚好读了一篇关于梁思成 林徽因 徐志摩 金月灵他们的爱情故事 名字叫《爱情的回味》 我觉得写得挺有趣的 所以呢 今天在这儿分享给大家 文章有点长 所以我打算分两期来录制 说起林徽因 人们最喜欢津津乐道他生命里 出现过三个最重要的男人 徐志摩 梁思成和金月灵 1920年 林徽因16岁时 在英国伦敦 邂逅了在剑桥大学留学的新乐派诗人 徐志摩 徐志摩不仅欣赏林徽因的才华 而且以一个诗人独到的慧眼 从林徽因迷一样的眼睛里 找到了似曾相识的忧郁 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他 而此时的徐志摩和张又怡 结婚已有四年 为了摆脱恨不相逢 未娶时的苦恼 徐志摩甘冒事之不为 毅然和身怀六甲的妻子离婚 并且不顾恩师梁启超的劝谏 认为 我将于茫茫人海中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 得知我性 不得我命如此而已 徐志摩的爱 又如火一般热烈 轰动了当时的文化界 可惜的是 徐志摩最终未能如愿 只能做林徽因的神父之友 十年后的一九三零年 林徽因写下一首《那一晚》 委婉地表明了心计 那一晚 我的船 推出了河西 城南的天上 拖着秘密的星 那一晚 两岸里闪映着灯光 你眼里含着泪 我心里着了晃 那一晚 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黑夜 封锁起众筹 那一晚 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自取各 生活的模样 但 徐志摩的爱恋之心 依旧未变 也就在童年 为了赶赴北京 听取林徽因的演讲 不幸死于空难 年仅三十五岁 梁思成是著名的 改良主义者梁启超之子 梁林梁家是世交 并且也早有撮合之意 梁思成同样是一位 很有修养的千千君子 并且对林徽因仰慕已久 为了和他志同道合 梁思成和林徽因 一起赴美留学 改学建筑 最终有缘成为 林徽因的终身伴侣 对于林徽因的情感经历 他表示了极大的理解 徐志摩离难时 他和林徽因一起 用铁树叶和鲜花 变成花圈 协助主持了 徐志摩的葬礼 当林徽因一度在丈夫梁思成 和哲学家金月琳之间摇摆不定时 梁思成诚恳地说 梁思成 你是自由的 如果你选择了老金 我会祝福你们 说吧 梁思成 梁思成对于林徽因的爱 是含蓄而真挚的 他使得林徽因的生活 停泊在一个波澜不惊 柔美温馨的港湾 婚前 梁思成 问林徽因 有一句话 我只想问一次 以后都不会再问 为什么是我 林徽因答 答案很长 我得用一声去回答你 准备好听我了吗 婚后 梁思成曾会写的对朋友说 中国有句俗话 文章是自己的好 老婆是人家的好 可是对我来说是 老婆是自己的好 文章是老婆的好 如果一百个人来问我 完美女子的标准 那么 我一百次都会回答说 是林徽因 是的 她已经是个传奇 是只能仰望的女子 她早已隔着 如许烟波岁月 隔着那些男子的深情 美成书页中的一个剪影 所有人都知道 她和徐之魔的故事 她为她写下那样的诗句 可是最后她 还是没有选择她 可是 比起徐之魔那样激烈的爱 金月灵的默默深情 更令人动情 金月灵 哲学家 洛基学家 1914年 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后留学美国 英国 又留学欧洲 诸国 回国后 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 她终身未去 一直练着林徽因 林徽因 梁思成夫妇家里 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 金月灵始终是两家沙龙坐上常客 他们文化背景相同 志趣相同 交情也深 长期以来 一直是 疲邻而聚 金月灵 对林徽因 人品才华 暂现至极 十分呵护 林徽因 对她 亦十分钦佩敬爱 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 可谓非同一般 甚至梁思成 林徽因吵架 也是找理性冷静的 金月灵重彩 金月灵 自始至终 都以最高的理智 驾驭自己的感情 爱了林徽因一生 金月灵是在1928年 通过徐志摩介绍 与林徽因相识 林徽因的一身诗意 令哲学家的金月灵 为之而心动 金月灵深邃的感悟里 令林徽因折服不已 视为知己 徐志摩在世时 作为志摩顾交的金月灵 未向林徽因 透露半点情思 林徽因也未被 金月灵完全吸引 时至1932年6月 梁思成去外地考察时 两人才真正 糊涂爱慕之情 一次 林徽因哭丧着脸 对梁思成说 他哭闹极了 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 不知如何是好 林徽因对梁思成 毫不隐晦 坦诚地 如同小妹求兄长 只见迷津一半 梁思成 自然矛盾痛苦至极 苦思一夜 比较了金月灵 优于自己的地方 他终于告诉西子 他是自由的 如果他选择金月灵 祝他们永远幸福 林徽因又原原本本地 把一切告诉了金月灵 金月灵的回答 更是率直坦诚地 令凡人惊讶 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 我不能去上海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我应该退出 而林徽因 不仅没有离开他 反而感动万分地 对梁思成说了一句 能让世界所有男人 都无法拒绝的话语 终不能承受之重 我将用我一生 来偿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 跟您说再见 祝您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